嘿! 大家好我是宣佑 我是我是阿信Clicky 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早安,Kurubu World 呃...大家可以看到我創了第三隻角色 我們先不管上集阿伯手做了什麼 這集阿伯手我要教大家怎麼來抓寵物 呃...相信各位Bob都知道 這款遊戲你可以去抓你喜歡的怪物 比較和平的那一種 就是不會主動攻擊的那一種怪物 然後...我不知道主動攻擊的怪物可不可以耶 我只知道...就是...我只抓過...就是... 呃...不會主動攻擊的怪物 然後...這是我創的第三隻角色 這是魔法師 我覺得法師還蠻強的耶 他可以決定你要攻擊在哪個方位 OK!這一集阿伯手我主要是教大家怎麼...就是... 怎麼抓怪物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有一隻很可愛的草泥馬 呃...Kurubub可以在...就是... 路上阿...就是打到一些寵物食品 也就是這裡 呃...像我打到的這個Chocolate...Cookie 巧克力餅乾 巧克力和我的合體 呃... 然後...打到我很像Ice Cream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巧克...Chocolate... 然後Bar 喔!那個...巧克力...Bar 就是那個長...長條狀的那種東西 呃...所以...就我知道的話 每一種...就是...寵物食品 都可以餵給不同的寵物...就是不同的生物吃 像是...呃...你可以到...就是...Wiki 就是...維基百科上面去查 上面有很詳細的資料 我會留在下方的...顯示更多的那個地方 首先我們只需要...把...就是... 要先收集到...需要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呢? 然後...有些東西會在...就是... 商店裡的...呃...藥水行有賣 然後...有些東西啊...大部分都是... 要...打怪物 怪物會有機率會掉下來 像是...Chocolate Cookie... 哇...有人在打鬥 像是...Chocolate Cookie 就是專門可以收服草泥馬 首先我們先找到一隻很可愛的草泥馬 我要想要什麼顏色的 好像顏色都不一樣對不對? 那我們就收服這隻草泥馬好了 首先先走到旁邊 然後之後把你的包包打開 最後再按下...右鍵 就會發現...他一定都不想要吃 所以我們就離開這個地方 嗯...去找...另外一隻草泥馬 咦?那隻草泥馬呢? 並不是所有的草泥馬都喜歡吃這個 所以...我們要...看看他們會不會吃 他們不吃欸 再試一次 嘿! 看樣子他不喜歡 呃...就算是找到對的草泥馬的話 也要...就是...找到...他們喜歡吃的 有人喜歡吃這個嗎? 哈囉? 你們喜歡吃這個嗎? 我是不是拿錯食物了? 呵呵呵... OK!總而言之...不管怎樣 就是每一種...就是...寵物食品都會對照到...就是... 呃...對應的... 對應的生物 奇怪欸... 他們真的不吃欸 呵呵呵... 好吧!總而言之...我在村莊裡面有抓到的就是... 科技犬 就是這個...當你拿到...喔... 我不想把這拿在手上 好...看樣子 我會一直拿在手上 好...沒關係... 這是我第一隻抓到的科技犬 很可愛 我再試一次...真的沒有辦法嗎? 哈嘍...過來一下 嘿... 好...他們真的不吃 如果他們喜歡的話 他們頭上會冒出一個愛心 當冒出愛心的時候代表他們想要吃那個東西 所以... 如果有冒出愛心的話代表他想跟著你 呵呵... OK!這一集的episode就是教大家怎麼抓...動物 不過...也太短了對不對? 沒有關係 因為我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一個洞窟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我在這個遊戲裡面買了就是... 這是正常的燈籠 所以...非常的暗 其實看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 呃...有個地圖碼在baha上面 有人...分享 所以...你可以... 就是買到一個黃金燈 非常的亮 你看! 呵呵呵... 然後這邊有... 喔!這邊怎麼有一把劍 嗚... OK! 看樣子有人在這邊掛掉 像是洞穴裡面啊 都會有蝙蝠 當有蝙蝠的時候 我們就把蝙蝠清掉 喔! 他暈倒了 嘿! 嘿! 呃... 然後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礦物 你可以收集一些礦物 當然這個好像是... 好像是... 綠寶石的樣子 然後... 這個就是Iron 喔! 滑蹦! 呵呵呵 嘿! 嘿! 喔! 法師有一個缺點 就是太近並不容易打得到 所以... 齁! OK! 然後... 像剛剛我們就找到了... 呃...這個是... 銀礦的樣子 嘿! 蹦! 登登! 然後我們就把銀礦給收集完 喔! 寵物非常的可愛 寵物就是死掉的話 他還是可以再復活 所以寵物算是一個非常酷的東西 然後... 如果... 喔! 法師有一個技能 就是當你攻擊東西的時候 你身上會發亮 所以我們把身上的... 就是燈籠關起來的時候 還是面面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這就是... 法師的... 應該算是... 特別的技能吧 然後... 有時候洞穴裡面啊 他們會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像是... 我早找... 不知道這個洞穴裡面有沒有 有時候... 像... 我們也會找到很少很少很少的洞穴 但是有時候洞穴裡面其實還有其他的路 像是... 好! 我找不到其他的路 不過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假如前面有一條路的話 你勉強可以看到對面有一點點其他的空間的話 你可以按tape 之後... 中間換成炸彈 這個炸彈在村莊裡面有賣 你可以... 買這個炸彈... 啊!我把它換回去了 你可以買這個炸彈 之後...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之後... 遠離它 它會有時間在那邊倒數 BOOM! 呃...因為我的顯示比較慢 所以... 它會慢一點... 顯示出來 其實它有炸開 真的 真的嗎? 嘿!沒有炸開 OK 我們換一個地方 呵呵呵 突出 呵呵呵 呃... 照理來說應該是會炸開的啊 再試一次 嘿! 炸開...炸開...炸開... 喔!有了有了 登登! 它就炸出一個洞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邊沒有炸開 不過... 就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突破一些東西 商店裡面有賣一些比較高級的炸彈 所以... 當你... 等級提升的時候 你可以用比較高級的炸彈 之後... 我應該會繼續玩這隻角色 因為我覺得法師... 法師應該是最適合新手玩的角色 它的傷害很高 而且是範圍攻擊 所以... 下一集 episode開始之後 我會繼續用... 這隻角色來進天文大冒險 然後... 原本那個角色... 放到一旁去吧 呵呵呵呵呵 差不多是這樣 那... 希望你看得還愉快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點左下 講個喜歡 再講個訂閱 GoGo 那我們下一集 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Yeah 喔 往... 往... 往右 蛤 往... 往上 蛤 喔 OK 小心 冷靜 嘿 我過來了 蛤 蛤 蛤 OK